我覺得總結一句話 受夠了 因為你現在美國一天到晚 沒事就制裁我 沒事就管制 沒事就禁運 那為什麼我不可以自己 發揮我的優勢 重整旗鼓 自力更生 製造包括這個機械什麼這一塊 現在亞洲可以說是佔到優勢 那亞洲佔到優勢當然主要 中方 就是中國大陸 這一塊他們的人才是非常多的 再加上他的制度優勢 為什麼制度優勢呢 就是說政府呢 他還是站在一個扶持的角度 還有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說現在的這個科技翻新 是非常快速的 你現在一下子兩三年 就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兩三年就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的這個資金人才的這個投入 你可能產生出來的這個效果 就會要比原本的要來得更大 而這個就是一種可以說 非常典型的後發優勢 就算是非常典型的 我們要來得更多的 我們要來得更多的